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7月18号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许波 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报道 中共整肃改革派刊物 炎黄春秋 该杂志以停刊来抗争 我们请前总编来介绍情况 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 在克里夫兰拉开帷幕 我们有来自克里夫兰的连线报道 台湾民进党把维持现状 取代台独党纲交付言议 观察人士分析其意义 香港立法会选举要求参选人 签署香港属于中国确认书 犯民主派表达不满 709打压维权律师案 四人被起诉家属表示痛心 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 美国国务卿克里 对有关华盛顿参与 土耳其政变的说法提出谴责 克里星期天说 指责美国参与是不负责任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指责伊斯兰神职人员 居伦策划了这场暴乱 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 居伦目前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土耳其劳工部长指责说 未遂政变的后台是美国 克里告诉土耳其外长说 公开影射或声称 美国在政变中的任何作用 都是谎言将损害双边关系 克里还说土耳其没有正式提出 引渡居伦 居伦否认参与政变 中国宣布将在这个星期 封闭南中国海部分地区 以进行军事演习 北京的海事管理部门 星期一发布警告说 位于海南省东南的一片海域 将在星期二到星期四之间成为禁区 海牙仲裁庭上个星期二裁决 北京对南中国海将近350万平方公里的主权 声索无效 并裁定中国所谓九段线 声索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北京拒绝参加这次仲裁 并且谴责裁决 星期天早上 在美国南部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 开枪打死三名警察 打伤另外三人的枪手 城市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有个军方官员表示 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29岁的加文朗恩 就是用冲锋枪向警察射击的蒙面枪手 他曾经参加过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行动 朗恩在同警察的枪战中被打死 此前他在巴吞鲁日 打死了警察蒙特利尔约翰逊 和麦修斯·杰拉尔德 以及东巴吞鲁日市警察局副警长布莱德·加拉弗拉 另外一名副警长紧急手术之后的状况 依旧非常危险 还有两名警察受伤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奥巴马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 谴责上述杀人事件 称这种袭击发生实在过于频繁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 三名勇敢的警官之死 显示了全国警察每天都面临的危险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 针对执法的暴力毫无道理 对警察的攻击就是对我们大家的攻击 是对保证社会得以运行的 这个法治体系的攻击 巴吞鲁日两个星期前 曾经发生警察开枪 打死黑人男子斯特林的事件 斯特林之死被一部手机部分记录下来后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导致连续几天发生了激烈抗议活动 此后一天 明尼苏达州的一名男子 停车接受检查时 被警察开枪打死 次日五名警察 被一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开枪打死 美国之音VOA卫视格林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炎黄春秋宣布停刊 中国这一知名改革派杂志 最近被官方接管 所有重要职务 全部为官方派来的人 所取代 杂志原来聘请大批 具有改革派思想的 中共老干部 作为顾问团和社委会的制度 预计也将被彻底放弃 知识界广泛流传 改革派杂志遭整肃 从此炎黄 吴春秋这种说法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连线 炎黄春秋前总编 吴思先生 吴先生您好 你好 吴先生 首先呢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炎黄春秋遭到整肃的这个背景和它的大致情况 背景 一个更一个比较大的背景就是 最近这几年 意识形态不断的偏红 就是媒体的管制越来越紧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炎黄春秋依据的这些最基本的资源 主要是党内的那个两头针 那一批党内的开明 主张开明 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些老人 逐渐的推出历史舞台 逐渐的凋零 无论是作者是编委是顾问 越来越少力量越来越弱 一方面越来越弱 一方面越来越紧 这就是最基本的背景了 那么最近的这个最新进展是怎么样 最近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看到好像停刊了 是这么回事吗 对 我也是刚看到 那个炎黄春秋发了一个停刊声明 但是那是停刊 并没有说炎黄春秋杂志社解散 炎黄春秋现在仍然在努力去争取 通过法律图定维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 维权成功 法律判决有利 那炎黄春秋马上就会宣布不堪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炎黄春秋呢 一直被中共宣传和党史文献部门 视作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堡垒 那么您曾经担任这个该刊物的主编 您如何看待这种指责呢 吴先生 至少从炎黄春秋的编辑部 自我感觉来说 我们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 就是丙比之书 不增美 不亦恶 如实地谈出历史的真相 简单来说就四个字 实事求是 但是炎黄春秋 在这个实事求是之中 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规律 或者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就是要民主法治 才能够避免那些 以前避免从导覆辙 所以炎黄春秋确实是有主张的 这个主张就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 走向民主法治 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炎黄春秋 编辑部的自我感觉 没有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觉得是正式历史 如果在某个方面偏离了历史真相 有我们欢迎商榷 欢迎批评 如果批评说炎黄春秋出了错 我们也会刊登声明 刊登各种刊物 马上就纠错就认错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炎黄春秋是中国的大陆出版物之中 最接近实事求是主张的一本杂志 那么我们看到炎黄春秋杂志社 在一篇回应声明中表示 不同意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来接管 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编辑部 认为这是单方面终止双方达成的协议书 为此炎黄春秋杂志社表示 已经委托律师对这件事件提起诉讼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炎黄春秋的前景堪忧 您看呢 吴先生 我觉得这个堪忧没问题 不仅是堪忧 我觉得是希望不大 我的感觉是95%的 就是也一定是不行了 但是还有那么 哪怕只有1%的希望 说不定还有5%的希望 就是炎黄春秋通过诉讼 在法律上 有可能 就是还有一点希望吧 毕竟现在 依法治国的承诺 是非常郑重的 一线治国的承诺 也是非常郑重的 那这两个 如果发生冲突 最高当局会怎么选择 怎么抉择 我觉得这不是没有一点变数 虽然这变数极小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吴先生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最近提出党媒要姓党 那么现在看来呢 民营媒体和刊物 也要姓党啊 吴先生 在名义上 中国的媒体 全都是国有的 如果这个国家 就是党领导下的 咱这么说 可能是一个事实描述 但是实际上 炎黄春秋 那个国家没投一分钱 没给一个编制 它事实上是一份 民营的刊物 当然那个 在法律上不允许存在 所以在2014年 从民间社团 炎黄文化研究会 这个主管主办单位 转到了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 等于戴了一顶红帽子 这是改革初期 很常见的现象 但是如果说这个红帽子 戴上了之后 就真的 这个民营的刊物 就变成党媒了 或者是官媒了 这个在法律上 是有重大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 那个炎黄春秋 是不是就变成了 党媒或者是官媒 现在法律 还没做出最后的裁判 我们觉得 我觉得还有那么45%的可能 得到一个合法的 公正的裁判吧 好 我们感谢 炎黄春秋前主编 吴思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 历经多年的艰难坎坷之后 有体制内人士 创办的炎黄春秋 这份杂志走到了尽头 该刊物社长和法人代表 杜导正今天宣布停刊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前秘书 鲍铜先生 来请他谈他的看法 鲍先生您好 我想这个问题 可以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看 也可以当做一个法律问题来看 好的 那么炎黄春秋 曾被视为体制内的改革派声音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一次官方主导的人事大变动 是彻底取消了 炎黄春秋的边际自主权 也就意味着改革一死 那么鲍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我认为 炎黄春秋跟他的挂靠单位 是现在本来有个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规定 就是炎黄春秋编辑部 炎黄春秋杂志 它本身有人事自主权 有财务自主权 有编辑自主权 这个是双方统一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在中国在法律上应该是有效的 法律上两兆确定的一个协议 那是必须执行的 如果不执行 那就是先牵涉到一个民事诉讼问题 就是协议不执行 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怎么办 有私会协议的一方应该不应该负责任 就是这么个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炎黄春秋因长期刊发 反思中共历史错误的文章 而被意识形态部门视为眼中钉 中共元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曾经为其提词 为炎黄春秋提词说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但是为什么在习近平指证下 这本杂志反倒处境日益艰难呢 我想这个问题就牵涉到 刚才你跟吴氏先生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信党不信党的问题 我认为信党不信党不重要 问题是党在历史问题上 是不是信真 就是说是不是重视真相 谈到历史呢 我认为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真实的历史跟虚假的历史 如果说是真实的历史 那么一是信党 那么就是党也信真 如果说真实的历史不信党 那就是党不信真 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真实的历史 是党手不容许的 那么就是说党本身不信真 那就是整个问题了 好的 我们感谢鲍同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要走开 我们稍后继续精彩节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下面我们来关注香港的情况 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7月16号展开 选举管理委员会新增一份确认书 要求每个参选人都要签署 以明确认定参选人清楚地表明 清楚地明白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等基本法条文 否则提名可能无效 这种被港人戏称为表忠心的做法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好 下面我们就联系香港民主党总干事 立法会候选人 参选人林卓廷先生 林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您好 林先生 请问林先生对于签署确认书的这种做法 持什么观点和立场 我没有劝处这个确认书 我们觉得这个文件没有法律的根据 因为在提名的表格上面 其实已经清楚地有一个规定 就是所有参选人都要拥护香港的基本法 还有就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一个信息 就是所有的候选人要遵守基本法 所有的规定 你这个确认书 把其中几个条文拿出来 再要确认一次 确认一次 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 还有就是有妨碍 其他人表达政治力强的效果 好的 那么林先生 您是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之一 刚才您说您没有签署这份确认书 那么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如果不签署的话 您的提名可能会无效 您不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林先生 我们在明天 民主派的议员会越见 选局委员会的主席 要求他解释这个新的安排 我们看这个会议之后 有什么计料在决定 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跟是不是需要签出这个确认数 好的 那么香港的一些亲中媒体认为 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已经明文写在基本法里面 而基本法具有宪法性质 所以要求参选人表明确认 基本法条款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林先生 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其实在提名表格上面 已经有拥护基本法 跟拥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内容了 所以这个确认数是化学天竹 这个确认数的法律地位是怎么样 也不清不楚 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去加以宪计 去妨碍其他人去参选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林先生 选举管理委员会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港独 那么林先生您认为 港府当局的这种做法 会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吗 其实是很愚蠢的做法 因为基本上提名表格上面 已经有相关的条款 现在你加这个新的宪计 还带来反变的效果 就是让一些主张港独的政团 有更加多的宣传机会 这个特区政府做的做法是很笨的 好 我们感谢香港民主党的总干事 林卓廷先生在香港 接受我们的采访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V视 下面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民进党举行 蔡英文就任后的首次 全国代表大会 有民进党代表提案 把维持现状的这个党纲 来取代现有的台独党纲 对此蔡英文只是要交付研议 那么如何来解读蔡英文的态度 我们今天就请到 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 主任范世平先生 来谈谈她的看法 范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对于民进党代表提出的 以维持现状的党纲 来取代现有的台独党纲 这个条款 蔡英文说呢 要建议交付中职委研议 随后多位党代表 也予以符合 那么范教授 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 这个其实在去年 也有党代表提出要废除台独党纲 今年就是用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 这样一个说法来取代台独党纲 就是要建立一个维持现状的一个新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交由中职会来演绎 其实跟去年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等于说就是送到一个党的一个冷冻库里面去了 暂时在那边保存起来 至于会不会进行研议 或者进行进行处理 恐怕暂时来讲是暂时不会去碰触的 因为就诚如我说 台独党纲在民进党内部 它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历史的意义 也可以说是一个神主牌 所以去年也曾经有党代表提出 废除台独党纲 那蔡英文当时同样也是做送中职会做处理 那今年的这个提案是增加了维持现状 但是还是送中职会处理 我觉得他的做法跟去年应该说是有出一辙 那基本上还是先暂时一个冷处理的方式 去不去碰触它 以免增加党内各种不同的声音 因为蔡英文上台之后 他提出了这个维持现状说 或者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说 或者九二历史事实说 这些说法其实是希望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 但是也让民进党内部的一些独派 或者深绿的一些支持者 并不是很满意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召开的会议 也有一些独派的人士在场外抗议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蔡英文他不愿意去碰触敏感的议题 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去捅这个台独党纲的马红窝 以免引起内部这个所谓的深绿或独派人士的一个反弹 在这个时候 蔡英文希望能够全党能够统一团结在一起 不希望制造更多的一个纷争 好 那么近几年来 我们看到不断有民进党代表提议 废除或另提新的论述来取代台独党纲 但是都被移交中职会延储而搁置了 那么台湾就有评论人士认为 说台独党纲如果没有改变两岸关系短期内 恐怕就会继续彼此消耗 范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其实我觉得政治本来就是 你看你怎么去诠释 就是横看领侧成风 那远近高级多不同 你看就是说民进党虽然是有台独党纲 那后来他们也有所谓的台湾前途决一文 台湾前途决一文基本上就强调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那我觉得这跟目前的就是说 后来之后民进党也没有再去 特别强调台独这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特别是蔡英文在520就职以后 他的一些两岸的论述 那我认为就是说 基本上也表达了台湾一个主流民意的展现 那我认为就是说 中共也应该要审时夺势 来对于台湾的整个民意的一个转变 应该去面对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而不是在拘泥过去旧有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社会其实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那其实那个大家对于台独的看法来讲 也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 就是说你说真的要搞所谓的法理台独 引发两岸的争端 我想大部分的民众也不会支持 但是维持现状 维持中华民国 现在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一个现状 我想是大部分民众 从历次的民调看起来 都是符合主流民意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蔡英文 她还是站在一个主流民意的立场 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范教授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维持现状这个提案之外 有代表也提出了要撤销中华民国这样一个提案 那您认为这个提案的命运将是如何呢 我想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 我想背出台独党 刚刚这也是一个极端 那背出中华民国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的 所以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自从民进党有台湾前途决议文出来之后 我想中华民国 现在这四个字 不管蓝绿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说国民党可能认为 中华民国的主权跟治权 是主权提供全大陆 那治权是台风机 那民进党可能认为是 主权跟治权都是台风机 对于中国大陆这一块 采取一个比较模糊处理的方法 就算说我们最近谈到南海的九段线 那民进党对这个九段线 是不太愿意去面对的 那国民党可能是面对的 那民进党可能着眼的是在太平岛 或者东沙岛的这个所谓的海域的 一个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民进党也没有去否认 这个所谓的九段线 但它基本上不去面对 那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 它也某种程度是一个误实的 就是说台湾老百姓 你告诉他说 我们有九段线 有这么大的一个南海主权 可怕一般民众也觉得 太阿Q了一点 所以基本上来讲 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之后 它慢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主流 那这个主流我觉得就是说 民进党的内部人说 不要中华民国 我们要台湾或者怎么样 我想我刚才讲过 法理台独在台湾 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那台湾是个 事实独立的一个状态 我想连赖清德 台湾市长也说 他说台湾是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他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 台湾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 任何政党 你去脱离这样一个主流民意 都会被选民所唾弃的 好的 我们感谢范世平教授 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709律师案的最新进展 7月15号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份院宣布 依法分别对周世锋 胡石根 翟延民 沟洪国以涉嫌颠覆 国家政权罪 向法院提出公诉 当日官媒法治日报 下属的法治网 发表了一篇题为 周世锋们 是如何一步一步 跺向深渊的文章 称 709案的一些死科律师 比如周世锋 和包括翟延民 在内的重推手 组成有预谋 有策划 有组织 与境外反华势力 有勾结的团伙 来煽动策划 达到扬名获利 制造社会混乱的目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 翟延民的太太 刘二敏女士 来为我们介绍情况 翟太太您好 你好 周世锋人你好 上个星期五 包括翟延民在内的 四名律师和维权人士 被起诉 您觉得这个事发突然吗 挺荒荡 太荒荡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真是 请讲 因为 因为 因为我 我是达延民的家属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 他一年多了 我没有 见到他 逮捕通知书 我没有见到 一个字的 那个 说明 他犯了什么错 这一下子把他给 都推到检察院来 这个我想 我想不通 太那个呢 怎么来 我就想不明白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您曾经 说您的丈夫 是一个中国的好公民 那么请您谈谈 您眼中的 翟延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您如何看待 官方所说的 他希望达到 制造社会混乱的 这样一个目的 他是这样说的 纯粹是胡照 胡照的 因为我们家先生 他是自己开的 有自己的公司 手下有七八个 手下有七八个工人 他这个 他没必要去 去给这些人 去出的那点小力 去做的这些事情 他是就是说 从那个 2013年 那个那一个年 我都知道他 给 让家的衣服 厚衣服 就是给那些访民穿 我问他 这是你是干嘛的 拿着衣服 他说比访民穿 我才知道他比访民 有这种关心 照顾 他都是在电视上 说那些 都是说 突然小力 这个我不认可 因为我先生 他是开了自己 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事情做 他有一次 就说 他看来那些法民 很可怜的 他去帮他们一把 所以他们 在那上面 他就那样 说我先生 这个我不认可 好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个法治日报下属 这法治网上 刊登这个文章 叫周氏丰们 是如何一步 跺向深渊的 这篇文章 结尾引用了 翟燕民先生的话 翟燕民先生说 我觉得对于律师而言 要利用法律 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绝不能像 封锐律师事务所那样 用一些卑劣 下流 非正常的手段 严重破坏法治建设 与公平正义 背道而驰 不管你有什么 诉求呢 你都要在法治的 轨道内进行 那么翟太太 以您对您 丈夫的了解 这是不是 他可能在接受 官媒采访时候 说的话 这个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 被压迫 被逼供 我也可能这样说的 第一他就是说 从他嘴里能说出来 这个冯瑞 就是周志峰这里边的律师 他就是说 能把这些 这个翟燕民嘴里 说出来的话 所以就是说 他可以拿这些律师说话 其实我先生 他绝对不会这样说的 他除非就是说 逼供 我不知道这个逼供 是可能他受到 很大的那种压力 压迫 就是有一次 我听他 那有一次 他是在 在那个郑州 也不知道 是在县山江 回来告诉我 一个三天三宿 十一月十一月份 很大冬天 就没有让他穿衣服 光了房子去审了 一下子审了八个小时 林班审八个小时 就不让 就不让出汤 又不让喝水 又一宿 一圈一宿 三天三夜 不让睡觉 就林班就都这样审了 可能他就是 受的压力特大了 你知道吧 可能他这样说的 好的 我们感谢翟太太 在北京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 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 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 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 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 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 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 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好 欢迎您继续 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 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 本星期美国共和党 党代会结束时 共和党将正式提名 川普为本党总统候选人 从而打响 美国大选选战的第一枪 选民们最终将在 11月8号做出自己的选择 星期一在俄亥俄州 克里夫兰市举行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开幕日 将着重于国家安全 和移民问题 在大会上发言的 包括前德克萨斯州 州长佩里 一位在利比亚 班加西领事馆袭击中 丧生的美国人的母亲 几名移民改革的倡议人士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以及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 美国共和党 从7月18号到21号 在俄亥俄州 克里夫兰市举办代表大会 推出共和党 2016年总统大选 正副总统候选人 那么克里夫兰是一个 什么样的城市 共和党为什么选择 在这里举办代表大会 好 下面呢 是VOA卫视记者杨诚的报道 这里是克里夫兰市 宿代中心体育馆 共和党2016年 全国代表大会主会场 坐落在伊利湖畔的 克里夫兰市 是美国中北部的工业重镇 人口大约40万 19世纪初年 来自东部的拓荒者 开始在这里定居 内战之后 克里夫兰的工业迅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总部在这里的 洛克菲勒石油公司 火车 汽车和其他制造业 也在这里建立了 大型的工业基地 因此 克里夫兰 也是美国工会运动的 重要中心 共和党为什么选择 克里夫兰作为2016年 共和党代表大会的 举办城市呢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亚太裔全国项目主任 杰森正说 克里夫兰是一个 很棒的城市 在所有提出申请的城市中 他们计划最全面 克里夫兰被选中 是因为这个城市 符合我们的很多要求 从饭店到餐饮等各种设施 都要具备举办 这样一个活动的条件 克里夫兰市所在的 俄亥俄州 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 重要摇摆州 在270张选举人票中 俄亥俄有18张 这个州出过7位美国总统 自从1944年以来 俄亥俄成为 总统选举的晴雨表 今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安全问题 是一个关注焦点 南加州大学国内暴力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埃罗·萨瑟斯说 一些极端对立团体在代表大会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 大量的议题可能导致冲突 这些议题包括种族 宗教 族裔 出生地 移民 性取向等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这么多对立的议题一起出现 需要人们面对 不过杰森郑很有信心 这次代表大会将非常成功 民主党将要在一个星期后 举行代表大会 两党之间有没有一些竞争呢 杰森郑说 根本不存在竞争 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多了 美国之音记者杨成 龚小夏等 克里夫兰报道 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 这星期在克里夫兰市举行 美国之音7月18号到21号 北京时间上午9点至10点 连续4天从克里夫兰大会现场 进行脸书直播 直击美式民主 请您不要错过 中国表示 历经多年谈判之后 首次将一名涉嫌贪官 从秘鲁引渡回国 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说 一名名叫黄罕勇的贪官 逃亡18年后 被从拉丁美洲的秘鲁 武装押解回国 中国和秘鲁就这项引渡事宜 进行了长达8年的谈判 中国说 黄罕勇是从拉丁美洲 引渡回国的第一名涉嫌贪官 中国媒体称 黄罕勇等人 和美洲人权法院 中国与许多国家没有引渡条约 另外 许多国家并不认可 中国处理所谓贪官的司法程序 秘鲁最后同意 将犯罪嫌疑人交给中方的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还说 打击贪官的猎狐行动 已抓获600多贪官 美国之音 威欧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官媒电视画面显示 在湖南省湘西 土家苗族自治县 汹涌的泥石流 星期天奔洩而下 当地居民的14栋木屋 顿时被吞噬 混杂着车辆和各种杂物的大量 泥浆在街道上横流 交通瘫痪 不过据报道 灾前屋内人士已经撤离 没有伤亡报告 中国气象部门说 星期天早8点至下午1点 这个县所在地区 再次经历了强降雨 而且星期一大雨还在下 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目前尚未脱离今年迅期 连续强降雨的威胁 各地救灾工作 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 不少中国民众 对官媒报道灾情的方式不满 灾情往往被当成 颂养党和政府的 好领导的时机 法国警察星期天 释放了在尼斯 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 分居妻子 他们正在办理离婚 目前警方仍然在询问 另外6人 以确定袭击者 是否独自行动 卡车司机的妻子 星期五被捕 他的律师说 当他的丈夫对他 施以家暴后 他已经把他赶出了住房 跟他再没有接触 法国星期天 进入全国哀悼的第二天 这次袭击造成84人死亡 包括10名儿童 还有200多人受伤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对这起攻击事件负责 哈萨克斯坦内政部 星期一表示 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 武装人员开枪 打死警察 阿萨克斯坦内政部 在声明中表示 有警官被打死 一名袭击者被扣押 一名再逃 但是声明 没有确认死亡人数 在阿拉木图市 几乎同时发生了 三次袭击事件 至少有两名警察丧生 据官方媒体报道 至少七名警察受伤 星期一凌晨 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发射了满载 国际空间站物资的 猎鹰九号火箭 这艘火箭的货舱中 携带了两个国际空间站 对接环之一 这是实现美国商业太空 出租飞船 运送宇航员到轨道 实验时的关键步骤 金属对接环 与空间站的接拨口 连接之后将成为 商业宇宙飞船的停车位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和波音公司 正在开发这种 商业宇宙飞船 这种载人飞船 预定于明年开始试飞 去年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携带新的国际空间站 对接环的火箭 在升空后不久解体 星期一猎鹰九号 在升空几分钟后 第一级分离 转向轻轻地垂直降落 在距离发射场的 几公里之外 自从去年12月以来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已经先后四次回收 利用垂直降落的助推器 该公司希望今天晚些时候 首次发射可回收火箭 华人民主书屋 星期六举办 从新疆反恐 看中国维稳升级的 专题讲座 探讨中国政府 今年以反恐名义 所采取的各种管制措施 下面请看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个专题讲座 邀请了耶鲁大学法学院 小奥维尔谢尔国际人权中心 访问学者万言海 与港人分享有关 新疆的人权状况 万言海表示 中国近年加强了户籍管理 例如信用制度的建立 把包括医疗 信用等数据 放入人口数据库里 希望以此掌控危险分子的动态 危险分子的定义 就是一些弱势社群 比如曾坐牢 吸毒 感染艾滋病 缓刑的人等 万言海还表示 当局在新疆 针对危险人物的行动速度加快 若相关人员 在某地用过信用卡等服务 可以在20分钟内登门找人 三千万到五千万被作为重点 受到这个动态 也就是你这个人 你在出现 你在任何可能会 你在你出现的任何需要 使用身份证 或者其他可以设别 你的身份信息的 这些工具的时候 你会软快被设别起来 而且你的相关活动 会被记住下来 万言海表示 中国现在维稳有两管 就是管理和服务 在有中央控制人民的动态 根据他们的观察 在中国政府管控的人物中 危险人物 吸毒者等比较多 而政治性的人物不到1% 万言海又认为 新疆地区的社会不公 人权侵害 为新疆的极端主义 提供了一个土壤 不过万言海表示 极端思想一直在中国境内扩散 即使中国政府人权很好 极端主义在中国的扩散 也是在进行中 只是目前不好的人权制度 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运动 同时发生 让极端组织更容易抬头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 香港报道 华人 创办于1996年的 华人彩虹联盟 是北美地区最大的 华人男女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 以及跨越性别人群 互助的团体 拥有会员数千人 29岁的邵帅 从2011年起 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至今 他和美国之音记者 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也畅谈了 同性恋群体生活的挑战 及愿景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在纽约结婚的 我们俩人在湾区 也算一个比较常见的 卡普罗星 一个在三番市里工作 一个在硅谷工作 我们家那位做饭 他做饭越来越好吃了 我叫邵帅 我是09年来的 我确定自己是同志之后 然后我就决定要出国 我国内本科是读 在人民大学读统计 然后我来美国之后 在佐治亚州立大学读精算 我其实跟那个绝大多数的 这个北美留学生一样 更多的是想 就是在这里找到工作 然后在这里有一份 这个新的生活 大家成长过程中 很多事情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说我讲汉语 我吃中国菜等等等等 包括异性恋这件事情 绝大多数人 就是自然而然发生了 但是对同性恋而言 在青春期甚至懵懂开始 就发现不对了 这个不对就在于 我们开始发现自己 对同性有感觉 这个感觉刚开始 会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恐惧 我是怎么了 特别是我们成长的环境中 对同志的这种宣传而言 整体还是比较负面的 而且自然而然会 会associate with 很多不是特别光彩的词汇 癌滋病也好 这个烂叫也好 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对同性有感觉是 我对那同性的人 是个什么感觉 到底是爱吗 如果是爱的话 难道我是同性恋 我不能是同性恋 如果我是同性恋 我就跟那些词汇 联系在一起了 就这种就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个 挣扎的过程 我们最终是无路可退 我们如果不做自己 我们就只能把自己逼死 我应该是研究生的时候 跟家人出轨 我妈妈是个文艺女青年 她看书 她看《红楼梦》 她看张爱玲 我还没出轨 她就跟我说 儿子呀 你要相信爱情 我的天哪 当时这句话 就会让我觉得 其实也许 我觉得我还是 有一定把握出轨的 工作之后 我的经济实力就意味着 我跟父母的对话中 他们会理解我 开始尊重我的意见 而且我能够向父母证明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我现在平时的工作 是从事互联网金融 但是我的其他时间 更多地投身于 这个志愿工作 我有一个组织叫做 China Rainbow Network 北美华人彩虹联盟 然后我们现在是全美 最大的华人同志组织 在奥兰多事件之后 我们会让大家知道 华人同志是个什么态度 我们希望大家慢慢地 能够听到有这个声音在 从去年开始 我们在纽约有了 自己就是华人方阵 而今年我们在旧金山 也是会把华人方阵走出来 这次有亲友会的方阵 是一群同志的爸爸妈妈 从国内过来 大概有30人 卢蒂的方阵 大概有2到30人 然后我们CRN也有2到30人 我们家间将近100人 参加大游行 我相信对 无论是同志还非同志而言 这是一个自由表达的 一个盛宴 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场景 这次是我们华人单独走出来 所以我们也非常地兴奋 在千年等一回音乐的 这个响起之下 我们的仙女会翩翩起舞 你能感觉到你走出来之后 你看到周围的人 都在为你欢呼 为你叫好 大家都特别地支持这个平等 其实我觉得同性恋游行 也不属于同性恋 性少数群的 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可能成为 小众的一面 就像有些人会孤独 有些人会提前先走 有些人会跟别人有些不一样 就像有些人是同性恋一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拥抱自己小众的一面 这就是我们同性恋去骄傲游行 所真正想传递的这么一个精神之所在 你看到我们能够走到你面前 但是你看不到我们背后走到你面前的艰辛 我们现在强调我们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后想能够实现我们都一样 如果有一天真能够像左右手那样的不一样 我们也不会那么地去告诉大家我们的苦难 我们的苦难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我们的苦难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造成的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苦难 我们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苦难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下面我们同正在克里夫兰采访的 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组来进行连线 我们知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今后四天将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举行 在这四天的大会上 共和党将正式选举川普为今年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除了2472名正式代表之外 还有一批候补代表以及前来观察的人士 好 今年来的媒体人数特别多 有大约15000人 美国之音中文部有六位记者 在现场为大家及时 为大家进行及时并且详实的报道 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 美国之音的龚小夏 在克里夫兰的会议现场 为大家来进行报道 小夏你好 大家好 你什么时候到克里夫兰的 你对这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小夏 我们是昨天下午到克里夫兰的 到了克里夫兰之后呢 我们下午四点多很快就赶往会场 这一次的印象是 整个的这个戒备比过去严厉的多 像2012年2008年的大会都没有看到这么多警察 克里夫兰警察除了出动全部的警力之外呢 还在外边另外在雇了2000多人 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志愿者在这 所以呢警力非常充足 我们看到这个街上警察非常多 以防恐怖主义袭击 那么这次代表大会有没有公布议程 接下来几天的会议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 小夏 这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往年的时候代表大会的时候 提前很多的公布日程 到今天早上或者到20分钟以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共和党大会的议程 只看到一个意象 也就是说今天那个他们会讨论的议题 主要是这个如何保证美国安全 也就是反恐啊等等外交政策这样的议题 所以今天下午4点开大会 今天晚上发言的人主要是讲这个 明天呢会主要讲经济议题 就是谈美国怎么发展那个未来 未来的这个川普的这种经济上的计划吧 到第三天呢是副总统候选人亮相的日子 到第四天就是各个州的党代表来选举那个候选人 所以大概是这四天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 那么此前我们看到许多报道 说共和党内有一批人希望多数代表能够投票反对川普 那么小夏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 这种情况现在还有人说有可能发生 但是在我看来 我在这观察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前几天共和党的这个 就是小团体他们的规则 就是规则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呢 就已经说不能这样投票了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底下就鼓动说 我们多数代表其实是不愿意投川普的 但是呢我去问了一些代表 那个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人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他们要投川普 而且是他们不愿意推翻这个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所以现在看来呢 这个所谓是不选川普这个运动呢 恐怕是胎死腹中了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 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在今年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中 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呢 是美国最新式战斗机F35 它的先进引擎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引擎 F35呢虽然造价超过了一亿美元 但仍然是全球许多国家和军队都希望拥有的战机 好 前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普提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垂直起降并非什么新技术 不过看到一架27吨重的飞机 在跑道上空轻微摇摆 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 或被称为闪电二型战机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武器系统 它在研发过程中的成本大大超出预期 并且一再推迟 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具有最先进功能的战斗机 它具有最顶级的现代科技 它将感应器 系统及航空电子设备 融合在一架飞机里的方式 是我们以往飞机里从来都没有的 F35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引擎 这个由普惠公司生产的引擎 可以产生18公吨的推力 它可以让飞机以每小时1.6马赫 或几乎2000公里的速度飞行 这个引擎同时具备产生超音速推力能力 和引擎的特色 它还可以适应环境做短程起飞或垂直降落 F35战机有三种机型 其中两种具有垂直起降功能 估计在2023年前将销售3000架飞机 现在战争的要求已使F35成为一架非常复杂的飞机 它需要经常修改设计和改良 所以这架预期可以服役到2070年的飞机 估计将在服役期间不断升级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ONG 美语 我是白鱼琪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张单microblog 提的话题就是business words de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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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于 我们的团队助力于按时完成这个项目 我们会定期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 Com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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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we are committed to high quality deliverables that will benefit your organization 我们承诺高质量的合交付成果 会给贵方带来很大的益处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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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 我们的整个数码团队会致力于改善对方的数码互动策略 致力于提高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 好 请评论告诉我 at work what are you and your team dedicated to doing right now ok bye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许波 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 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